李宗盛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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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Ben的介紹 雖然後面那一串有點多餘了 很不好意思 先跟各位抱歉一下 這場本來是我日本的老闆Kajama-san 韋山農夫先生應該為各位做的分享 他因為家裡面有一點事情 所以他的行程有點耽擱 不過剛才主人講的沒有錯 韋山君士對我們的臺灣小事 是非常的仰慕 非常的贊成家 所以他每次來臺灣的時候 他會胖個兩個公斤回去 今天這個search 跟各位介紹 我們怎麼去透過OpenStack 怎麼去透過OpenStack 加上MySQL 做我們的Trope Database Service 這樣的一個架構 當然我這裡面會有一些demo 但是因為實驗的關係 我覺得它只有十四分鐘 所以有那個demo 可能沒有要在這裡面跟各位演示 但是我整個slide後面會有整個步驟 那如果說有需要到時候可以 也許會大會應該會把這個PDF share出來 或者在我的 我們那個MySQL 臺灣MySQL的這個 User Group裡面 他的Facebook上面 應該在上面也可以找得到 我隨後會把這個東西 upload上去 所以各位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這是我們傳統的Oroco的Safe Hub Statement 主要示範 免責聲明 那是給各位參考 這個是一個市場調查機構 我們叫Constant Research 他所做的一個報告 他在去年所拿出一個報告 他說他研究目前這個 在企業界裡面快速變動 造成很多很特殊的現象 那現在他研究從2000年開始到現在 在排名5把蛋的企業裡面 大概25%已經不見了 或者被本人Merge了 我自己本身也在這種企業裡面呆逛 然後因為我以前還是上 那藉由上Micro被Merge到Oroco以後 跟著一起進Oroco 然後在Oroco底下做MySQL 然後因為我以前在上的時代 就開始結束MySQL 所以就開始做MySQL 所以大家很自然的就進入了MySQL 跟MySQL建議 那這個不斷快速變化的社會 不斷快速變化的商業模式 畢竟我們必須有很快的 依應現在變化的模式 如果說你今天要設定一個 IP structure ID structure的話 你底下還要花很長的時間 等待去採購你的機器 設定你的機器 你花個半年 甚至一年的時間 才能得到你所需要的Resource 才能得到你所需要的Dentabase 那時間已經過去了 所以你的整個的靈活性 整個的競爭力會受到相當大的打折 那 那 Cloud Computing 就因應這個需求而升 那它就想說 我彈性 能夠善加利用Resource 然後呢 能夠無所不在 然後能夠很容易去增加我的Resource 增加我的能量 協助我們做各種不同的創新的作用 那MySQL有幸 它是一個在Open Source 我們也佔設定第一名的DataBase Open Source 是第一名的DataBase 所以很自然而然的 它在Cloud Compute裡面 幾乎是無所不在 幾乎你在看到 所有的Cloud Compute 的Solution 不管是我們想 它那是Ice 最底層的Ice PaaS 然後最上面是SaaS 這個Service裡面 都有看到MySQL 比如說最底層的 不管是Rex Space也好 或者是 Apazon的RDS 或是EC2也好 那底下都可以看到 MySQL的中影 那再往上一層 比如說Shorgo CRM Shorgo CRM 它是做CRM 一個Cloud Computing Solution 它背後第一個版 Shorgo CRM 它背後帶的就是MySQL 一直到現在 它是非常主要的一個 一個component 那OpenStack OpenStack 它底下會有 各種不同的 configuration 各種不同的 配置設計的一些參數 這些都還是要有 一個單位來存 那自然而然 MySQL 是它的首選 是它預設的一個Database 無所不在 那我今天這個行程 大概會介紹 OpenStack的簡介 然後呢 什麼是Trop Trop在提供 我們的Database Service 它可以提供 什麼樣的 這個Future 和Solution 那在 這底下 如果說你今天要做在 企業應用上面的話 當然你可能要考慮到 比較強固的版本 Trop 它背後不管做 Repursor也好 或者你說Database Service也好 目前Production的版本 就是MySQL 那如果說你就要做到 比較強固的一個 Replication Service 不管是 Security Control也好 Hive Vintage也好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 Service Future也好 那這個在 馬來西亞的企業版裡面 都可以得到 適當的Support 那在企業版裡面 它基本上是背上 馬來西亞的 Community Edition 就是那個 常見的這種 馬來西亞的社群版 或者是 重擊 重擊版 馬來西亞Community 馬來西亞社群版的 那個 版本 底下就加了一些 插件 讓它表現 跟一般的 Community Edition 會有相當大不一樣的 一個部分 那這方面會介紹 這個 有什麼樣的功能 然後如果說你是用在 比較正式的 或是做在 production的環境底下 然後變成你 你必須critical application 的一部分的時候 那這個怎麼去 跟Trump再整合 也就是說 你今天提供出來的 Data Base Service Default它底下 包的就是一個 經過驗證的 經過完整的 support的 這樣一個Data Base 那 最後呢 我們再回顧一下 以往的過程 然後最後 focus 未來 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後面呢 在可見的 這個半年 乃至於一年之內 你看到有什麼樣的 新的feature 但後面這個slide 我大概不會有時間講 怎麼去安裝的過程 包含了 從底層的 OpenStack的安裝 到Trump的安裝 OpenStack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是 OpenStack的玩家 所列的一個 對它自己的期許 它的目標 它的想法就是說 我需要做一個 很普及 很容易去推廣的 一個 Cloud Computing Service 架構 在這個架構底下 能夠很容易去滿足 各種不同規模的 從非常小的 你可能只是單一一個 Service 或者到非常大的 一個cluster 類似像一個cluster 這樣的一個 architecture 我們都可以滿足 可以讓你去跨不同的 平台中間 去構成一個完整的 預算平台 像說OpenStack 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 Solution 那OpenStack 裡面會包含什麼東西 它主要是 它基本上是提供 一個Operation Sales 基本上在底下 提供Operation Sales 但是 OpenStack 目前發展的 越來越完整 你所提供的Service 越來越多 所以它現在不止於 不僅止於 提供一個Operation 或者運送環境 那慢慢像 Turb這樣的一個 或是呢 各種不同的 computing的Solution 都會放在這裡面 或是一個shared 5-6的 一個module 都可以看到 在Turb 慢慢變成它 其中一個標準 那Turb底下 實際上它是一個 component 這些component 兜起來以後 變成一個 完整的 運算環境 這裡面包含 你需要的 你的運算能力 你需要的 你的CPU 你的RAM 那個resource 然後呢 你的網路 你網路需要 補到好的評分給它 然後呢 這網路背後呢 它需要 就像你真的需要 落地你的資料的時候呢 你的資料 或是你的object 會擺在一個storage 底下 會提供storage 在底下 那另外還有一些architect 或是 還有一些orchestra 就是一些協調合作的 一些模組在裡面 那或者是你今天 什麼人可以用什麼事情 什麼人可以做什麼工作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會有 identity management的管理 在這底下 那Turb大概可以 目前大概分成這幾個 這幾個module 最核心單是 component service 這個module名稱叫nova 如果說你今天做 component service的話 那你component service底下 如果說真的需要存資料的時候呢 你會把你的 把你的 this wallet掛上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block storage 那這個 在Turb底下 我們有一個module 叫cinder的這個module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要有網路的話 網路的module 網路管理的 網路配置的module neutral 那這些是構成一個 基本的一個 一個運算環境 那最後整個包裝 會變成image 這個image的儲存呢 image的管理呢 就是在glass面 那這個image的管理 最後呢 甚至可以變成一個template 套用不同的forever的object 然後就publish出來 變成一個標準 就是你今天有各種 不同的運算環境 那我們有各種不同的配套 那直接在classmen 就可以看到一個template出來 那如果說在那 運作的時候呢 今天什麼人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呢 那做ident service模組 這個叫keystone 去變成你的身份 然後給你示範全線進來 那用了一陣子以後 你必須要管理它 那要管理 必須要能夠衡量它 必須要能夠去看它 你用多少resource 甚至有必要的話 可能有時候去charge back 這樣一個需求的時候 我們有selemator 我們有selemator 把這個selemator 這樣一個 我媽就在底下 那整個overall的一個 overall的orchestration 就是綜合協調的運作的 模組呢 叫heat 那接下來如果說 你今天要提供一個 比較user-friendly user interface 一個故意的環境 去讓你去monitor你底下的所用的resource 或者讓你去做各種不同的 end user上面 去provision管理的話 或是你去define所需要的resource的時候 那這個我們有個dashboard 在底下 一個圖形化的介面的dashboard 這個模組叫做horo horo 叫horo 那如果說你叫跨平台來做運算的時候 那跨平台的運算中間 我們會有data process module Sahara 在底下 甚至我們在比較新版的 在最新版的trop的open stack底下 那我們要ironic幫你做bear metal的provision 就以往我們在主要就會把你做provision的時候 那底下都是放在一個resource machine底下 那會有一個hyper version的resource machine底下 那我今天的運算也可以直接做 今天就拿特定的這個bear metal 就是實體的機器 來構成我整個運算的一個環境 那這是更進一步把前面所講的那概念 這個圖形化 我們有neutral network 然後呢 brox procedure 加上你computing的能力 就是NOVA 然後NOVA的resource machine 加上新的 來構成一個運算的單元 都是運算單元 那這個運算單元 最後你要 你如果算把它儲存起來 能夠再加整 事後再加利用 或是重複再利用的話 你可能存在一個image 這個image管理 那我們有glance 那我們有glance glance來管理這個部分 那最後呢 這個glance存在一個 呃 存在一個落地的時候呢 我們有object storage 這個computing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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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來處理 identity identity 那或者是dashboard 也有所謂hit 這樣一個模組 在這裡 那 那 呃 這個是實體的架構 你這三個單元 它最前面 你會有一個cloud controller 然後會有cloud controller node 那就是你這上面說的 配置 發起 你所有的arbitration 上面的一些活動的話 那這底下的margin 你會掛在一個cloud controller 所以通常我們在配你的open stack的時候呢 那第一個部分 我先 從cloud controller上面 configuring開始 然後在define 你底下所需要的resources 包含你的computing node 或是你的network node 那你這cloud controller上面 defin所有的information 背後會要有一個reporting 會要用地方來存它的information 那reporting default呢 就是拿mysq reporting default 就拿mysq 來做 但是 mysq 在open stack底下 它用mysq 它基本上還是用它的computing版本 那沒有考慮到太多的fault 或是它的 theability的需求 或是它scapability上的需求 那但這個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我們在這底下呢 像在mysq enterprise地域底下 有support enterprise版本的mysq 這個service 甚至如果說你今天要處理大量的concurent的transaction 若是你是大量部署的話 甚至這個底下 可能是可以用一些cluster來替換 一個cluster class-based database 一個分散式的database 能夠達到非常高的可用度 和非常高的support 這樣一個水準 那如果defor 你直接從open stack 你倒入下 那還是defor 是哪一些communication 那 那 open stack 它基本上它是define的 還是define 一個framework 在這個framework底下呢 我define各種不同的規格 然後呢 讓各個廠商呢 把它自己的 實際上的 做各種不同的目的 或運算的一些產品 包裝起來 然後呢 把它的API include上去 然後直接就像那個勒高金木一樣 就可以一個一個對疊出來 那各種廠商它有各種不同的framework 比如說 你今天做運算的話 運算很常見的 做成virtual machine 你看 我們是很常見的 就是virtual hypervision 的方式來做 那不管是 你是在鏈子底下 用KVM 或是用Zip 或者是 如果說你今天是在Solar的環境下 AirDog 或是Solar's operation 底下 都可以包裝 open stack 所開發出來的規格 但這是廠商要incred的部分 那 或者是呢 像VM Docker 這些廠商或是這些產品 都可以找到 Trop上面的包裝 然後呢 open stack包裝 讓你直接可以把它 把API架起來 然後直接 說今天你做的 computing的尋求 Nova上面的 module 底下上是在的 比如說是KVM 或是Zen 那 如果說你今天是做 network 這個 module 底下提供你網路上面的 運算的時候 有時候我今天需要 share一個 帶寬比較寬 提寬比較寬的一個 network 中間你可能會有 SDN Soviet Defined Network 模組 在底下 但是各個廠商 包含了 Rature Network 底下都有相關的API 那幫你做這樣的包裝 那做Block Storage 那新的increment 新的increment 發含下 在erroco底下呢 我們就像類像ZFS ZFS560 它裡還有這樣的一個包裝 那或是你在外面看 比較大的廠商 像EMC HP 哪些IPM都有 或是NetApp 那在erroco的環境底下 像erroco現在也是 非常的大力的在敲這個 CodeComputing的一個大門 那自己本身有 完整的Product Line 包含了它的 ERP CM 它可以很容易去把它的 SaaS的收益 堆出來 PaaS 一直到它底下Ice 都有完整的收益 那 只是呢 要把它做個包裝 包進來 那我們在 Oracle底下 我們有Oracle Linux 底下 做一個test force 提供 Oracle Linux for OpenStack 這樣一個module 那它主要目的是 這樣說 我們在這樣的開放平台底下 如果說你客戶真正的用戶 真正是一個企業型的用戶 他需要非常強固的 一個Infrastructure的時候 那我們需要說 在這底下提供他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Service 和比較好的一個 產品的包裝 另外 另外 我們在外面有各種不同的 Inventation 或者各種不同的 Distribution 那在外面可能 比如說 你做OvenStack 他可能會跟 像 Mirantes 這樣的一個廠商 來配合 像我們跟Mirantes 有某種成為一個 Aliance 那我們有跟他 互相協同合作 共同開發一些code 好 那 主要的目的是 確保說 我們的 不管是 Linux 或是我們的 Virtual Machine的環境 能夠跟這些 Service Party 互相搭配 互相配合 那 當然有不同的Flavor 不同的產品的搭配 根據你不同的需求 或不同的選擇 比如說 在Computing上面 這個需求的話 那我們有提供 Virtual Machine 或者是Linux 那如果說你是Nutra的 我們就是 我們自己本身的 那個 Oracle Rich Network Oracle Rich Network 來幫你 Define 你的Network的Defination 和它的 Network的Sharing Storage 當然 首選就是 Sorizing ZFS 或者是 如果說 你今天需要比較 快速的運算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些 Fresh Memory 或是SSD 上面有些操作的時候 那我們也可以 底下有一個 像 Exxon 這樣的一個Service 或者是要上Slide的話 Storage Tag 底下 有提供FS1 這樣的一個Solution 那如果說 你今天要有 Image Deployment 單 就是 在Oracle底下 我們就直接用 Hobbm 做一個Template Oracle Rich Network 做一個Template 這個Template Define好 它所需要的Resource Define好 它所需要的Computation 存起來以後 你可以重複來利用這個Template 重複來Instation Initialize 你所需要的環境 這是我們的一個Roadmap 那這個Roadmap 底下 商量已經有很多優勢來用了 比如說 比如像 FotoBugget FotoBugget 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你以銀串流的一個供應商 那 它上面存的一本 以降超過 141個以降 然後 非常大的流量 那 那麼大的流量 它底下 比較相當強固的 Computing solution 這個需求 那 它的 Computation 的第一意義 或是你使用技術的第一意義 它還是要有Database 那第一步它是用Myscore Database 那以往它是單機版的Myscore 那這個單機版的Myscore 會造成一些問題 就是 支援的利用力不夠 或者它部署的這個 速度太慢 因為你只要奪得適當的Hardware 適當的Myscore 各種不同的Resource 然後 採購程序等等 這些流程做完以後 它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或者你配置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那 FotoBugget它架在OpenStack 底下 然後用Myscore 做它的Database的Service 把它整個所需要的Resource 降低了一半以上 本來需要800台以上的這個 實際的那個 白Metal的實際的這個機器 別人只需要300到400台 然後 部署程速度也快 快了好幾十倍 原來可能需要兩三小時 現在是要幾分鐘就做完了 所以對於它的 User的Service Level 可以大幅度增加 然後對於它是因應各種不同的彈性 比如說你今天有一個Marketing Event 可能會預期有大量的力量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準備這些Resource 就很短的時間去把這個Resource 打出來 而且利用力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 那這是另外一個PASS CERM 這是歐洲的可能研究所 我們前一陣子聽了很多新聞 大堂子對象機 去找那個波射子等等 這個實驗都是它所處理的 那SEN它的問題是 它要支應 要服務各種不同的全世界 超過四萬四千名的科學家的使用 那每個客家可能它自己有自己 只有一個Data Base 那它的利用相當有限 所以它今天走Cloud Compute 走Power Source的STAT 然後在這個STAT底下呢 它提供MySQL的Service 提供MySQL Database的Service 讓它可以 它曾經做個測試 它可以在一個小時裡面 部署差不多720個MySQL的STAT出去 很快地去應應它的各種不同的 大量的運算的需求 那再往裡面看呢 今天你需要Database 那Database在OpenState底下 我們已經有Trump Module 已經有Trump Module 那在Trump Module底下 它主要要解決幾個問題 當然第一個就是 你資料庫的管理和 增加資料庫數量 可能很難管理 尤其如果說 你今天有新的Patch上 有新的Security的Patch 需要去 Security漏洞 需要去Patching它 這些都是 會造成額外的負擔 還有你的Configuration 可能各種差異化 那可能造成 一方面自己的利用力 可能會大幅的降低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的部署和營運成本 或者是你的管理上面 會造成蠻多的問題的 那我們希望說 能夠透過Database 的Service 這樣的一個架構 能夠讓我們 可以把這些東西 標準化 自動化 就是你今天 User它可以自己做 SetService SetService以後 它所有的Provision 這些帳號開通 透過Tropline 把你做出來 能夠快速的 依應你的需求 那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要上Patch 要上各種不同的 這個Configuration的設定的話 那你可以整地 透過Tropline 整地來把你 來上 就是D5 你的Tapure 它自己把你的 每個Instit上上去 然後今天你的 使用狀況 你的利用率 我們會有 Measurement 在這底下 那 Measurement 的Service 但ProvenStack 底下 Measurement Service 可以幫你 直接去做 Measurement 還有呢 如果說你的Database 今天需要 高可用 如果你今天 光靠一個Maisio Database怎麼夠 可能要兩三個Maisio 你有某種 vailable的能力的時候 那 在這底下 Tropline 提供這樣的Fairware的能力 來幫你去 今天你一個 Database掛的時候 智能肯定做Fairware的能力 還有你的管理上面的操作 Backup Recovery等等這些 能夠一體幫你管起來 那最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 因為你其實開放的環境 在OpenState 在Cloud Computing下 開放面向 數以千萬計的 User的時候 安全管理 我們去讓他做到更周全 讓他做到更周全 所以我們透過Tropline 來做Database Service 他主要目的是 需要說能夠提供一個 可以擴充性 還有可靠性的一個 靠卡 有一點雲 雲計算的能力 可以讓你的User 自己做Serve service 然後自己決定 他所需要的Recovery 然後做Pollution 但是你的BBA 或者你的管理者 又有能力去做整體的配置 整體的管理 還有他的安全控管 那可以讓很多的 比較複雜的Deploy 或者上Patch 或是做Backup Recover 這些東西 我可以自動化 或者我可以得到監控 我可以看我今天使用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可以做適量的調整 我的Result可以適量的調整 那Tropline 他不是一開始就跟著OpenState出來的 他一直到去年的4月發行的Ice House的時候 才合併到OpenState裡面去 就是OpenState 使用的一個家族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家族 很多一個成員 但後面的所有的版本 他都會有相對應的Tropline 有一個新的Feature在這頂上 那Tropl裡面 它的有哪些模組呢 那Tropl單它是架在OpenState上面 OpenState裡面提供它所需要的運算的資源 它所需要的Storage 如果說你今天你的DataBase的DataFind 你會需要有地方來存 你的TableState需要有一個地方來存你的DataFind 它放在Singer底下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需要整包裝好以後呢 那你可能透過Glass來管理的Image 然後透過Swift來存它的所有Image上面的Template 或是相關的Template管理 那中間跟外界的溝通 我提供Neutron來提供網路管理 或者是Identiment Keystone來幫你管理你的Identity 那Tropl本身呢 我提供API 提供API 跟外界的模組 包含Noma的模組 包含你跟DataBase之間的 DataBase instance裡面的溝通 或者是如果說你今天在普通的模組裡面 來判接的時候 它有MessageBase 這樣它底下有一個MessageBase RabbitMessageBase的模組在這裡 然後呢 Tropl的開通管理等等 我們有所謂TestManager 他說TestManager 那來幫你跟各種外面的環境 互相搭配跟Swift來做搭配 那Tropl Conductor 跟NOVA底下的GasAging 來互相溝通 那這是基本上它的一個 Tropl的基本的一個架構 所以你在上面 在安裝你的Tropl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模組的名層 你看這些模組的名層 讓它把它帶進去 那Tropl的Implement 或者Tropl Distribution 最大的一個Distrutor 就是一個Tistra Tistra 那Tistra 那Tistra呢 它是在 它在OpenStack上面提供 Tropl Distribution 它是提供它自己的一些 implementation 提供它自己的一些API 和 implementation 主要它提供各種不同的 Dentated Service 和它的 Scale-Out的Solution 另外它也提供一些HA 或者一些Proxy的Service 模組在裡面 還有它也參與Tropl規格的制定和開放 它是Tropl非常重要的Contributor 應該是 老實講它應該是最大一個Contributor 那Tistra 它的Service 基本上是 還是夾在OpenStack上面 OpenStack上面的 Tropl Distribution Community Code 上面它有不同的版本的implementation 它自己本身的Contributor 它也能夠進去 那對於企業用戶 如果說你真正是 需要有比較強的Support的話 它提供72小 7324小的Support 然後它有GaS Image 各種不同的版本的GaS Image 在這裡下 然後它有Elyse GaS Hub Stream 就是 未來有新的版本的Tropl的規格 它是先把Inclin起來 然後呢 提供測試 甚至它可以讓你早期來使用這些Feature 另外它提供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而故意的管理的一個界面 那這三種不同的搭配 最基本的 如果說你直接從OpenStack 裡面 download下來的Tropl 這個Community Code 是大家共同制定的一個標準 然後它自己本身 接受到它自己的Inclin 那 在我們跟Tropl中間有非常完整的合作 Tropl不光是說 跟Oroco來互相搭配 來Support MySQL Support MySQL Enterprise-level computing 甚至它可以跟Oroco database 來互相 譬如說我今天做Color Computing 尋求我提供一個 database service 地下提供是Oroco database 我們也透過Tropl提供的介面 可以讓你去直接trigger 包含了11G 10G 12G大概是沒有直接放在裡面 它提供一個介面 讓你去管理或去trigger 12G的 database 那對於企業用戶 我們跟Tropl中間 我們跟Tropl中間的合作 我們提供了馬來西亞企業版 在這底下 如果說它有比較完整 比較強固的企業用戶 那馬來西亞企業版裡面會提供什麼東西 在DataBase本身呢 它提供了幾個插件 包含了像Scalebit的Plugging 這是讓它的連線的數目 它的Concurrence的throughput 可以大幅增加 那因為馬來西亞企業 如果單一個Instant的Community版本的話 我們常發覺它可能 最好的連線程度 就是幾百個Concurrence Concussion 你超過兩三千的Concurrence Concussion 可能你的DataBase就不是很穩 那我們透過這個Plugging 可以讓它有大幅度的增加 那其他大部分呢 都是做安全控管 不管是DataBase的Filework 或是做Authenticating的Plugging 或是Auditing的Plugging 都是幫你去做安全控管 留使用紀錄的時候可以追蹤的 那這是DataBase 這是DataBase本身 那如果說你今天底下 好幾個DataBase 你要一起去管理 一起去做通知 如果說你的DataBase 真的有可能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希望你DataBase能夠早點知道的時候 或是去幫你分析你的SQL指定 怎麼去達到DataBase 怎麼去執行它 那就是我們有所Enterprimony 來幫你做健康 還有如果說你今天需要做比較快速的備份 還有比較不會去Block你的DataBase的使用 這樣的備份 那因為我們知道MaisioDataBase的Backup工具 是一個程式叫MaisioDataBase 它很有效 然後呢 非常標準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下次一回之間 把資料撈出來 但是相對來說就很慢 如果說你今天要比較快速的備份的話 我們也提供一個Hot Backup工具 我們叫Enterprimed Backup MaisioEnterprimed Backup 這些都搭配在Enterprimed版本底下 然後呢可以跟Trovo來混 跟Trovo互相搭配 Trovo互相搭配 那或者進一步來看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需要用一個Server Fund 今天你要處理的資料量是很大的 你一個單一個服務器沒有要處理的 那你可能會有切成好幾個Shot 切成好幾個Shot 那切成好幾個Shot的時候呢 在Maisio底下我們提供一個叫MaisioFabric MaisioFabric這樣的一個程式 算是一個Architecture 來讓你去處理你的DataShop 處理你的DataShop 你可以把Data 如果這裡有100台DataBase 這100台DataBase 可能拆成比如說 拆成30個Group 然後每一個Group底下 可能有三台DataBase 這三台DataBase裡面呢 它會做HA 透過Fabrior自動幫你做HA 那它會自動去偵測你的Master 試著有問題 如果Master掛掉的時候 它會幫你Fabrior到後面的SLAB 它會自動幫你配著Mask SLAB的架構 Fabrior裡面的每一個Shot做HA 然後跨Shot中間的操作 比如說你今天一個Single指令打下來 你這裡底下有10個分片 或是30個分片 你今天這個指令要打到哪個分片上面去 要打到哪個Shot上面去 那如果說你沒有類似這樣的架構的時候 你的AP 你的Code 要去決定說 今天你的Secure要打到哪裏 那在Fabrior底下呢 我們透過Connector Connector就是一般的 比如說你是家王 你GDP driver 派出 driver 都support 它可以去幫你在建立你的Connection的時候 去問Fabrior的管理的節點 說今天你這底下的架構是怎樣 幫你打適當的Fabrior的Shot 那現在我們可以做到一個 如果說你底下是透過OpenStack 透過Trope來去contain你的這些DataBase 你可以跟Fabrior來互相搭配 你可以透過Trope來幫你做Provision 透過Trope來幫你Provision你的DataBase 然後透過Fabrior來幫你去抵換你 在下的DataBase 甚至幫你去移動你的資料 比如說如果說你今天只有10個下 變成20個下 新加進來的下中間 你要怎麼去移動的資料 像Fabrior 也有這樣的工具在這個底下 所以我們都有相對應的一些 模擬設定的底下來處理 來處理的需求 我們透過Trope來支持這個Trope 基本上我們在Trope底下呢 我們有包裝一個Enterprise版本的一個image 這裡面包含了Enterprise版本的DataBase 包含我前面講的那些Skabit Plugin 那些Secure Control的AudioLog的Module 都包在這個DataBase裡面 然後呢 也包含了Enterprise Monitor的Agent 這是跟外面的某一個特定的 Enterprise Monitor的Service來互相搭配 你可以看到今天我的DataBase 出現什麼狀況 或是Status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透過這Agent傳出去的 而這Agent呢 它像跟Trope中間的 Interface API有互相的溝通 Enterprise Backup 也放在底下 然後呢 底下也安裝了Gas Aging 這是一個image 那但背後的D4的Opercentrator呢 它是有Enterprise 包在裡面的 然後呢 跟Keystone 跟你的Trope Management Client 來搭配 那這些都已經包在裡面 可以直接從我們的官方網站去找到 然後如果說你要跟Enterprise Backup 來搭配的話 在你的環境底下呢 你會去改一個Trope.capita 然後Trope.capita 你會指定說 你今天Backup的方式呢 Backup的指令呢 你去找Enterprise Backup 買來搭配的話 上面就是Enterprise Backup的指令 然後你Backup的Policy是什麼等等 這些參數點放在上面 所以今天你如果從Trope上去Trigger說 我今天要做Backup 它底下是把Enterprise Backup改起來的 然後你透過Trope的這個Console 你去把你的Database的GINs帶起來做Initials 或者是把某個特定的備份 一些Backup出去了 Backup的E-mail也是放在SWIFT裡面 透過某個特定的備份把你倒過來 所以這是Database它基本的一個 這是它若說你做完以後 你可以看到你的Database的Instance Database上面所指定的一些參數 那後面會有什麼發展 在Database本身呢 我們下個版本買出5.7 買出5.7即將出來 我們現在已經Release Candidate 就出了兩個Release Candidate 那裡面有相當多的加強版 包含你的Multi-Faster Reducation 還有呢 Group Reducation 這是什麼 這是說你的所有Database都是可以寫的 寫了以後它自動來複製 這不是classic 這是單機版的買出 可以幫你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 我們很期待在5.7正式版本 你都可以看到 但是對Ferbit本身 我們會進一步的加強 那OpenStack本身呢 我現在上了最新買的Kilo 我們在幾年的4月Release Candidate 那它把BanMetal的這個Provision帶進來 然後呢 在10月份 我們預計10月份出來的Liberty這個版本呢 把Curing Service Shared 5.6和DS Service 和你的左HC Service Key Management的這個Service 我們會帶進去 然後我們在Trump本身 我們會把高可用的特性加進去 也就是說你今天幫你做Favor 這都幫你做Favor 幫你跨地域做Backup 幫你跨地域做Recade 和Backup 然後呢 支援更多的DataSuit 目前只有MySQL 或是Procona 雖然它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那目前Production版本只有這兩個 那以後你可以看到會有更多的Bahn Rocco 和PersetSuit 都會變成它一種支持的一個Database 那大概是這樣 然後呢 有更好的更完整的監控 然後還有一個 你的Log 它可以透過API 直接讓Trump來管理 直接去可以幫你去監控 包含你的AeroLog 包含你的SlowCreateLog 或者AudiLog 那基本上這是Trump可能 在近期我們已經看到的 那大概是這樣 那但我們後面還有個 針對OpenStack 還有其他的Profit 這個可能就比較廣了 那我就沒有時間關係 所以我就不花太多時間來談 那最後呢 在結束之前呢 跟各位謝謝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對馬來西亞有興趣 然後在台灣這樣本身 有馬來西亞的Community 那你可以直接上我們Facebook 很簡單就是groups slash台灣馬來西亞group 台灣馬來西亞group 你可以找到我們 那我們在上面有各種不同的sharing 或者有問題 你可以直接上問 那我們也會定期在上面 發布各種不同的馬來西亞相關的活動 演講等等 那這供各位參考 那我也 社會我也會把這個sharing 放在這上面 那後面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 in-store和cafregory的step 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時間很大 好 謝謝各位 OK 謝謝陸先生 精采的介紹 那現場有沒有朋友 有非常急切 覺得今天非問不可的問題呢 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時間 就是吃零食的時間到了 所以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有沒有 3 2 1 好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謝謝陸先生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20分鐘的break Tea time 那20分鐘後請大家回到這邊來聽 Jserve的 比江蕙還賣得更熱烈的 這個封賣演講 謝謝大家